人生如梦,梦醒势力郎,欢迎收看本期的电影势力郎 今天咱们来看一部一只小瓢虫帮蚂蚁部落打败强敌的电影《昆虫总动员》 在一片生机勃勃的丛林里,掩藏着一个热闹非凡的昆虫世界 三颗瓢虫弹在这里成功孵化,小瓢虫们跟随父母学习飞翔 而其中一只叫小星的瓢虫却在练习时与父母走散 被几只苍蝇追逐后撞到了石头上,摔晕过去 直到晚上,冰冷的雨水把他浇醒 在这灰暗的环境里,小星感到十分恐惧 他不知道要去哪里,只能爬到了一个盒子里度过了一晚 结果第二天,小星发现这个盒子里装的竟是一块一块的糖 而且外面也是阳光明媚,昆虫们正在忙着搬运人类丢弃的食物 不久后,一对黑蚂蚁也发现了这个装糖的盒子 这对他们来说可是巨大的收获 小星也随着盒子被蚂蚁们搬离这里 结果在搬运的过程中,盒子被打翻 小星跟糖块都掉落在地上 小黑蚁发现了他,并友好的上去打了个招呼 就在这时,一条蜥蜴突然出现 黑蚁们被吓得四处躲藏 紧急关头,小星溜到了盒子里 并发出奇怪的叫声 蜥蜴以为里面藏着怪物连忙逃走了 就这样,黑蚁们跟小星成了好朋友 与他一起结伴同行 就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又被一群红蚂蚁挡住了去路 出于友好,小黑蚁给他们拿了一块糖块 但黑蚂蚁并不知足 一路跟了上去,想抢走整盒糖块 而在追逐时,盒子滚下了悬崖,掉进了河里 红蚂蚁也坐着一个一拉罐,紧追不放 因为河水越来越湍急 小星也不顺掉进水里 就在小星要被鱼吃掉时 小黑蚁们使出一招猴子捞月 把小星救了上来 随后他们通过一个瀑布 成功地摆脱了红蚂蚁的追击 为了更方便地携带 小黑蚁们把糖一块块地扛走 他们穿过险峻的丛林 爬过陡峭的山坡 困了就围着糖块在悬崖边休息 经过艰难跋涉 他们终于回到了黑蚂蚁王国 这是一个像城堡一样的土堆 许多黑蚂蚁正在喂蚁后提供食物 蚁后对糖块非常感兴趣 在吃掉一块后 便产下了一大堆的卵 产量非常的惊人 而红蚂蚁也跟踪到了这里 马上回去禀告红蚁大王 于是红蚁大王立刻派出大军 准备抢夺那些糖块 这些红蚂蚁装备齐全 而且数量众多 他们排成了长长的队伍 场面十分的壮观 很快黑蚂蚁的城堡就被团团包围 红蚂蚁们丝毫没有客气 直接架起弹弓 便向城堡发起了攻击 打得泥土飞溅 牙签河也派上了大用场 发射后像长矛一样飞了过去 而黑蚂蚁们也不甘示弱 扛来一些棉签和药丸 砸向红蚂蚁 但作用并不大 因为红蚂蚁的数量实在太多了 紧急关头 黑蚂蚁拿出了他们的镇垫之宝 一大盒的鞭炮 并瞄准了城堡下的红蚁群 结果尴尬的是 他们只有一根火柴 但也顾不了许多 聪明的黑蚂蚁成功打着了火柴 并迅速点燃了一个鞭炮 只见鞭炮在空中回旋了几圈 然后掉进了红蚂蚁群中 发生了爆炸 消灭了不少的红蚂蚁 当黑蚂蚁的火柴已熄灭 没办法再点燃下一根 而且红蚂蚁的攻势越来越猛烈 这时小星看到火柴盒上的图案 回想起了人类丢弃食物的地方 也有一盒火柴 于是小星决定去把火柴带回来 在黑蚂蚁的帮忙下 他坐着一个纸飞机向外飞去 飞过了红蚁群后 小星开始独立飞行 因为时间紧迫 他不敢多坐停留 很快他发现了火柴 在返回的途中 小星又看到几只苍蚁 又在欺负一只小瓢虫 他非常气愤 冲上去把几只苍蚁激怒 在空中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追逐 最后小星成功的把苍蚁 引到了飞驰的汽车前 让它们全都撞翻在地 随后小星带着火柴盒继续赶路 而此时黑蚂蚁的城堡 已是千疮百孔摇摇欲坠 眼看马上要被攻破时 小星赶了回来 看着他带回来的火柴 黑蚂蚁也是激动妄分 马上点燃了全部的鞭炮 鞭炮射上天空 发生炸裂后又冲向红蚂蚁群 并发生了连续的爆炸 同时也引发了大火 红蚁群被吓得四处逃窜 就这样黑蚂蚁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而小星正是这场战斗最大的功臣 不久后 一架救援飞机赶来 浇灭了大火 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小星也因此得到了成长 便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还有了五只可爱的小宝宝 这是一部以昆虫为主题的电影 班农小瓢虫丛林立险 走进昆虫王国的微观世界 给你带来宏观的震撼 前篇没有一句台词 但是情节一波三折 跌宕起伏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啦 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